好 这边来看一下又是守夜人 所以说嘛 就他们全部啊 今天是现在一共打了10 10场了嘛 就打到现在10场了 全是守夜人 是不是有点感觉就这个守夜人 可能刷分好刷啊 对于他们这个比赛的一个那个积分来算 要不然很很奇怪啊 为什么那么我有别的选择呢 全是守夜人 上来的话抓自闭的祭司 这把这个阵容 哎 草哥暂停了 团队就两个选择了 你在风车如果能打第二个洞 那么就是转小木也行 转三窗也行 但是你转到三窗 那么守夜人是可以直接抓住这个机会 直接开封行 然后跨窗去拿你这个刀的 就把你架在那 然后等你跟他绕大概那么长一个时间 他拿到这个刀他闪现也就好了 对 因为他跑到那个风车的时候 你把第二个洞用了 你第三个洞是缓不出来的 蓄不出来 对 你蓄不出来之后 守夜人那就可以抓到这个中间的时间 可以去打你的机会 那么就看空军嘛 空军愿不愿意过来帮忙 因为你祭司嘛 是要面临吃刀的情况下 空军是可以过来帮忙交一下 但你交完一枪之后 你自身要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对 感觉这把的话也是 他没有像我们想的一样 是祭司在大船这边绕几圈去打 包括上下洞这样 好了 开了 这个比赛有一点好 他的暂停还是蛮快的 上来减速直接开第一刀 这一刀开的有点快 这是一个闪现守夜人 那后续祭司交一个洞 基本上就要倒了 从来这边跟过来 加速一起 好 这里 祭司 薄异板子的话 有可能一刀抽直接带走了 起跳 打洞 跟 再翻 闪了 还行吧 逼出了一个闪现 但很可惜的是什么呢 这边有个地压室 这边如果没地压室 我觉得祭司这个岛地问题不大 但是因为有个地压室 就 有可能用兵来就要吃双岛 一旦双岛形成的宠爱 就是一个稳稳的宝瓶增胜 想想看 这个开局 穷者这边要么选择就 卡一波或者救一波 然后先保平把比赛拖入第三局吧 你这边想要去打一个多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这虽然说机子修的不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机子总量上面来讲是不算慢的 但是你真来救一波吃个双岛就被宠爱这边滚雪球了 你现在选择卖掉这个祭司呢 你别说宠爱还挺难受的 可以啊 他这边选择 就你现在守不守吗 我佣兵可能两个就 你现在可能在这边地压室旁边没有耳鸣 但是我有可能对吧 佣兵两个护臂跳过来 或者变换两个勾 就真的把人给捞了 你还得在这边守着 等你守完了 确保这个人能够挂飞了 那不好意思 我外面的机子已经修完三台了 然后你再追下一个人 你再追下一个人的时候 我这边外面两个队友修 三台机子 其实修完对于宠爱来讲想真胜 那就看三人开门战了 他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常规来讲啊 这种局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消耗 就是去把穷者的 你看这边空军的 对枪先给你耗了 一个大点 佣兵还有三护臂 兵怀有三沟 有的东西好多 还有个博命 有的东西真的好多 穷者虽然说队友一个被挂飞 但其他三个都是地主土豪 状态满状态道具都有 来看抽刀抽中 那挺好的 对于宠爱来讲的话 他是能打出一个就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一个压机一个就有人 一个在椅子上面的三人不贴门开门战 这样的话他会开门战有更充裕的时间去争一个多 然后会有更充裕的时间去争一个多 这里慢翻 跟下一波技能好 应该是能带了 这波技能好应该是能带了 减速压住 一刀 好的 挂的话应该就挂在大门口了吧 我觉得 挂 就直接挂过去就好了 对挂大门口 这样位置上面来讲呢 他还能压住这边的 首先这个椅子他视野比较开阔 同时他又能压住一边的门 这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椅子了 这边的话 佣兵过来套薄命 这波确实不能藏一个薄命什么的 这波需要套薄命 他需要套薄命 然后让空军往中间去 这样的话开门战的时候 佣兵可以直接去点大门 这个薄命需要给 要不然密码机 如果说并坏来就打一刀针对 当密码机点亮 这边的门点不了 其实很尴尬的 一刀先打 要不要追一刀佣兵 他这边不追一刀佣兵 再瞄佣兵 不追到佣兵 佣兵开门战是个满血 佣兵跳护壁 这里再跟 好 跳得很准 密码机 应该是要亮了吧 不亮 反正你也不管我这佣兵 你管我佣兵呢 我空军这边点门 跳过来 两格能量 一刀密码机 点亮 佣兵 这边是走小门 这个传送是肯定不会交的 就看画画这边的一个牵制了 这可是目前我们 穷胜者排名 第一的 画画 起加速 跟这边空军加速结束 倒了 倒了 挂 挂完以后先排 因为这是一个 三人不贴门的开门战 大家可以看到 从外这边的一个快速击倒 穷胜者连门都还没摸上 排耳鸣吗 还是直接传 直接传 直接传 因为他可能我们上帝子讲来看是知道 穷子这边离门 贴门是比较晚的嘛 他这边可能觉得如果说我不直接传 你这个门可能又开了 那么但凡你是两个人出门的 那这波就没了 就平了 宠爱这边还是想赢 但是傭兵毕竟手里面户必够多 压住位置 要起加速 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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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片片 这波被卡了一下 被卡了一下的话 手里面的能量全交掉了 傭兵倒地 还得挂上挂上往那边赶平了 比较努力了 但是没办法核心还是那个这手船过去击倒傭兵稍微慢了一点